字幕 字幕 李宗盛 然後現在大概是一千...一千五塊一千六 可是因為只有打十九場的關係 其實我覺得鑑別度就比較沒那麼高 但我相信也是不弱啦 那這場比賽為什麼會說 就變成是戰術分享 因為這個對手其實沒有太多的抵抗就死了 可是我覺得他的戰術是大家可以學一下的 所以我乾脆想說 就做來給你如果想學這招戰術的人去試試看好了 好吧 那阿茲特克的話一樣我們一樣看一下他的文明 村民攜帶加五 然後軍事生產速度提升10% 這個之前好像是15%吧 那他最關鍵打這個戰術的文明特性 就是他有修道院科技 每研發一個他會加五點血 這非常重要 他其實他的科技很完整 所以像你看神聖思想 增加50%的生命值就算了 你再研發完這個他還可以再多額外五點血 所以是非常不錯的一個屬性加成 好那我們就看一下吧 好這場比賽 阿茲特克的話一開始應該 就看一下配置嘛 他在 就 這邊派了兩個村民過來伐木 然後剩下就一樣這邊有 七個村民在採羊 然後分了 四個村民出來採這個 鹿 然後他有在趕鹿 同時也在獵豬 所以這邊看得出來是想要趕緊的利用食物的優勢趕緊上這個空間 好這裡都有在趕有沒有看到 可以從趕鹿這個小細節可以看出一些分數上的區別啦 就是有些高分段在趕鹿還是趕得比較得心應手的 比較不容易的食物 好吧 好像剛講完這邊就食物了對不對 呵 好這裡路打完然後這邊的木頭就配到了五個七個 好那這邊農田也是放下去 這邊把最後一個二十五 二十五匹 然後就點了封建十代 好這個配置 那在升封建的同時去 採這個金礦 採金礦 那剩下的村民就是把剩下的羊給吃完 魔方這邊配的是四個村民 然後 伐木場這邊配到十個村民 可能就是要為了他之後的這個 這個村民可以伐木嘛 但是木頭還是比較缺啦千奇 所以這邊的村民是轉做了 伐木場 然後這邊一樣再配這個金礦 再配金礦 因為他等一下應該是要直層上去才對 我覺得 因為這裡 好也是快兩百 兩百黃金了 好這 兵工廠市集也點出來之後就立刻點城堡時代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這樣子的流程大概 花了多少時間上這個城堡 我們這場就著重 藍方這裡啦 因為我覺得 反正就是要看他這邊打這個戰術的一個套路 讓大家分享一下 我來一點不同花樣對不對 那這裡黃金配到的七個 主要就是要維持等一下的僧侶跟投石車的豹 因為這戰術就是主打這兩個單位 這裡有十一個村民在伐木 木頭跟黃金的配比 可以看到是比食物多的 這也是很正常的 食物他只要維持能那個 大概十五分 所以是非常正常的一個流程 還不錯 提前拉了村民出來這邊 直接拉了修道院 所以他是直接直層之後 剛剛那個配置直接直層 然後十五分上 神堡時代 那這裡就直接先造兩個修道院 最少都要兩個修道院啦 因為你這樣才有足夠的 產能去產你更多的生女 就是你產生女的同時 你可以研發科技 這還蠻重要的 軍營也是造的起來 為了是要工程鎖 要造工程鎖 應該吧 我記得好像要有科技建築才能造下一階 反正他這邊就是產了一個軍營 然後工程鎖也是順勢的拉下來 那這個打法強勢的原因就在於 工程器 摧毀防整塊 那你要摧毀工程器 最好的辦法就是利用 騎兵 好不管是肉麻還是騎士 可是因為他後面有生女的關係 所以會變得非常難以對抗 好這裡 對手出來應該也是看到這個情況 變了一個對方的村民過去 非常的不開心 那阿茲特這邊是優先生了這個青蔥 青蔥 用衝撞車去破門 波斯這邊的話是出了一些少量的 弓箭手做一個抵擋 不過阿茲這邊的中心思想就是我要 用 投石車配這個衝撞車 好這是一個非常常見的打法拉 也算是一個蠻 我不知道以前有沒有人在用這樣玩 應該是有 反正我這個戰術是經常看到的 如果是打經濟場的話 其他地圖的話 目前 我確定 其他地圖 目前好像還比較少看到阿茲特克 你看 生女這麼多的數量上 因為在城堡初期的關係 所以對手的兵不會有那麼多 那他 就是說你這時候如果去生女的話 他的 感化能力是非常可怕的 因為你等於說你有五個生女 對方有五個兵過來就會全部被感化 那 你現在是要對抗他的話 你 你生 投石車去打 那 我也有投石車 所以這邊其實很大一部分就是比拼一個操作 還有 就是 雙方的一些 組合拉 那因為 弩兵的關係其實有投石車就守得住了 然後加上城市中心是打不到這個 投石車的 少了一點射程 你看一下 這裡 GO 很痛苦阿 然後這裡就是一樣阿 拼操作 這個操作就不錯 然後丟過來的同時他其實就 往旁邊閃了 所以也可能 你在高手的 對決中 你是要去預判說對方的走位 像這邊就是沒有 操作到啦 好不好 先閃 以閃為主 然後再去丟對方 沒血往後拉 等下拉村民過來修 然後 救贖思想 這個要研發的 就是 如果打這個戰術 你黃金允許的情況下 救贖思想是可以研發的 因為對手就算用 投石器過來 你的僧侶還是可以去感化他的投石器 這個會非常的可怕 不過他現在黃金應該是不夠啦 有啦 這研發救贖思想 這戰術的套路就是這樣子 沒有特別的深奧 只是說你會不會去反制這個打法 藍方這裡的投石車倒是爆的 有點多啊 然後這裡丟 沒丟中 兩邊都在操作投石車 然後這裡操作失誤 沒有操作失誤的話 剛剛那三台投石車如果繼續丟的話 這城市中心是確實一定會爆炸的 完全留不下來 然後 救贖思想研發之後呢 你也是可以去感化對方的建築 這些建築你都是可以感化的喔 所以代表說 其實如果你這些僧侶沒有 你看這個補血量 你看這僧侶的血量多少 60 他完全可以撐到你把對方的 部隊給感化過來 這個小細節有沒有看到 他有在操作這個僧侶 讓他往後拉 然後這兩個奴手是怎樣 超級難感化的 超級難感化的 生侶這個 生侶投石車這個打法啊 就還是蠻吃操作的啊 那你還是有一定的操作利益 才有辦法去 維持這個戰術的執行 不然其實你看喔 剛剛這個工兵過來 你看 你要操縱投石車 投石車也是需要操縱的單位 你又要操縱生侶去感化 然後補血 這些都是還蠻耗費手術的 而且他後面這些的生侶數量是非常的多 那當然你同時 投石車也不能斷 那配置的話 你們自己又去看啦 他通常這個配置的話 木頭跟黃金都是比較的 多 食物會相對配比較少 因為這個打法比較講求速度 所以他一定是不可能爆雙TC之類的 所以一定 他通常啦 通常單TC爆這個戰術 因為 你不能讓對手去累積太多的兵力 如果累積太多兵力 例如說 對手轉一個輕騎兵 其實這個組合還蠻怕輕騎兵的 就對方如果會操作的話 這些生侶被輕騎兵砍 還是會死得非常快 那這裡的話就是 投石車的優勢嘛 繼續帶出來 然後 沒事的生侶就會去感化對方的建築 非常的討厭 阿茲 阿茲打這個戰術是最常見的 如果你在競技場看到阿茲特特選 你在競技場看到選阿茲特特 你就要特別小心是不是打這個打法 因為出現機率還蠻高的 你看 這個建築直接 在你家裡把你的建築變過來 我就可以在你家裡直接生兵 這是 這是很壓制的一個打法 你在想說 趕化建築有什麼用對不對 沒有 他在這個 城堡初期 而且已經在進攻的同時 他 你在他家裡 把他的生兵建築轉化過來 是差異非常大的 你看 波斯這邊是 直接承認中心就被壓在家裡打了 那當然阿這個打法 也不是完全沒有破綻的 不過各位也可以討論看看 如果是你的話 阿你會怎麼樣去應對這個戰術 有興趣 你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跟大家交流交流 好不好 如果你遇到這個打法 你都怎麼破解的 我相信每一個分數 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地圖 可能遇到這種打法 你的解法都是不一樣的 還沒有興趣 聽聽看大家都怎麼做 只有波斯這裡 其實打到這邊差不多了 我覺得 估計是沒有什麼懸念 因為 這個打法上你的食物 其實保留是非常好的 意思是 阿茲這裡的話 食物的消耗量不大 因為他只要產他的村民 所以剛剛的食物也是累積到1000 那因為這個配置的關係 黃金只要你稍微的不要太浪費 你也是有辦法累積到800的黃金 那你的帝王時代就 也不會太晚 你可以看到是 由阿茲這邊 直接壓進對方家裡之後 再提升了一個城堡 直接再比對方早一個帝王時代 那 我相信 結果也忽之欲出了 這邊我就加速到最後 好不好 大概是想跟各位分享一下這個打法 總之你現在生帝王時代之後 巨頭出來 你就小心不要 被這個城堡給射爛就好了 你看你的生侶就盡量的散開 做一個分開的站位 那其實 對手不管派什麼兵過來 你的生侶只要去做一個小小的操作 你就可以去感化他的單位 而且阿茲特克的生侶是真的很噁心 你看他這個 70點的生命值 好 非常非常的多 好那這場比賽就跟各位 把戰術帶到這邊啦 那希望各位會看的喜歡 如果你想要學習這戰術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這個配置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感謝各位收看 你有什麼想要 對這個配置有任何意見 或者是你覺得這樣子的配置被打的話 怎麼反制比較好的話呢 也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大家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